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弹力十足的古早味蛋糕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呢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将半杯的油倒入锅中进行加热 加热半分钟左右呢 我们将四分之一的面筛入锅中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油是比较热的 我们将油稍微晾凉一些 大概油温呢降到五六十摄氏度左右 这时候呢我们将剩下的四分之三杯的面呢 也慢慢的筛入锅中 我们进行快速的搅拌 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会看到面呢 面糊呢变得非常的细滑 半杯的白糖倒入继续搅拌 我们将一个蛋黄进行分离 将蛋黄加入锅中 搅拌均匀 加入一个全蛋 继续的搅拌 为了使我们的蛋糕更加的美味呢 我们加入一点香草精 反正这一步呢也可以省掉 半杯牛奶 我们将面糊搅拌好以后呢放在一边 另外拿一个大碗 将五颗蛋清倒入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打发蛋白 打发之前我们要滴几滴白醋 这样呢使使蛋白呢更容易发泡 我们分几次加入糖粉 这是第一次 再次加入糖粉继续打发 我们将蛋白呢一直打发到像这样子 可以立起一个尖尖的头 我们将蛋白呢分几次加入 刚才搅拌好的面糊中 搅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不要像刚才搅拌面糊一样 顺时针或逆时针不停地搅拌 而是用刮刀轻轻地向下翻动 刮一刮 把它搅拌均匀 对这样就可以 如果不停地搅拌得很用力的话呢 很容易就让我们刚刚打发好的蛋白呢 就是消泡 我们再一次加入蛋白 最后一次呢我们将蛋白倒入盘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打发的蛋白的盆底呢是没有液体的 那有的朋友呢烤好的蛋糕下面一层好像有一点点硬的 那个呢就是因为蛋白没有打发完全 我们用刮刀呢继续轻轻轻地上下翻动 或者做十字的搅拌 我们取一个烤盘模具里面放上油纸 将我们搅拌好的蛋糕糊呢倒入其中 135华氏度烤50分钟 烤好的蛋糕 用这样子非常的松软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能够喜欢 我们下期的烤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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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